趕走的感覺 伺服器有問題,那就減少參與伺服器的人數 真的很不樂意看到這種情況吧,我覺得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是 這個更新是半夜更新的 6月12號凌晨1點半的時候更新的 那公佈廣告的時間是 凌晨1點24分 那現在收看的是VS Media 沒事不要外出 外出記得要戴口罩喔! 紐晨1點4分 除了加上汗水滾 紐晨1點4分 紐晨1點5分 紐晨1點5分 紐晨1點4分 紐晨1點4分 哈囉,大家好,這裡是本映 歡迎收聽今天的邊緣電台 三天前我拍了一部惡之國的岩上討論 然後在我上傳完的七個小時後 我就正式退坑了 欸...那部影片中 其實我還是幫這個遊戲說了挺多好話的 但...出了一些問題 現在的Google Play的星數也在我拍攝的當下 來到了2.5星 比我當時拍攝時整整又掉了一顆星 呃...我們真的... 白費了一個好IP啊 我不太決定是遊戲公司沒有在看玩家的評論還是怎麼樣 但不得不說這遊戲炒短期也炒得太嚴重了吧 好啦,那我們今天也不是來抱怨的 我只是想在影片開始之前敘述一下這種無奈的感覺 畢竟我當時還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 好啦,那我們有事說是 我們來說一下這次到底又出現了什麼問題 那一樣可能會比較偏聊天相 所以不想浪費時間的人可以快轉或是去資訊欄或置頂留言那邊 去看我的巴哈文就好了 我會做一篇今天的影片的重點整理發在巴哈上面跟上一次一樣 那我們就開始這次的影片吧 那還是一樣喔,我會有時間嘛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聽自己想聽的就好了 今天要說的是二之國兩天前的更新 二之國這次的更新後帶來了很多很嚴重的影響 以上是這次的更新內容 其實其他項都不重要,就專注看第四項就好了 第四項是這個 組隊打怪時沒有按照隊伍人數均分掉落物 這是編輯過的喔 原話是與隊伍一起打怪時 道具掉落機率為依據打怪人數有所縮減之現象 修復完畢 就這樣子,簡單的一句話就非常輕鬆的帶過去了 但實際上造成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首先大家要知道,本來在莫我森林那邊的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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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你組隊人數越多刷越快嘛 然後組隊裡的玩家一起拿掉落物 但現在就是你有幾個人你就要把原本的掉落物除以幾這樣 所以基本上不用組隊了 單刷跟組隊比起來說不定單刷還比較有用 因為單刷至少隊友不會跟你搶到怪 那這個遊戲又是MNORPG 基本上大家都是組隊刷怪這樣 那你這樣做就有一點把遊戲原本的內容去做一個扭曲這樣了 然後其實在這次更新後不是只有組隊有問題 是從根本上你的掉落物就減少了 這我相信還有在刷的玩家應該都很有感 我本身是沒有在刷珠珠幣 那我本身都是在刷靈魂石 原本可能3個小時可以刷到20個靈魂石 現在可能就不到5個這樣 原本無課玩家玩這遊戲就是只能刷金幣、靈魂石、土紙跟一些零碎的材料了 不了解冒險紀錄跟衝裝備這樣 但是現在這個掉落物差了幾十倍之後 基本上你不花錢去買個濾水、買個精油 你刷了再久也是白刷 簡單來說就是過了一個晚上之後 原本你不開濾水、不開精油的掉落率 現在變成你都開了之後的掉落率了 我不太知道是濾水跟精油的銷量太低還是怎麼樣 但這樣改真的引起玩家很大的不滿 珠珠幣我覺得還是可以原諒的 畢竟刷那個的報酬率跟刷其他東西的報酬率 是真的差的有點大 那你單一把珠珠幣debuff 我相信廣大網友還是可以接受的 但你debuff的是隊伍 是整體掉落率 那玩家當然就很不樂意了吧 真的是有點傻眼吧 因為大家知道12號晚上要開一個 天空倒大人鬥 就覺得是今天晚上有重要活動的關係 怕伺服器有問題 所以先趕緊修改一下 把無課、微課玩家都先趕走的感覺 伺服器有問題 那就減少參與伺服器的人數 真的很不樂意看到這種情況吧我覺得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是 這個更新是半夜更新的 6月12號凌晨1點半的時候更新的 那公佈公告的時間是 凌晨1點24分 那你在半夜的時候修 這個遊戲又是MLRPG 大家基本上半夜的時間應該都在刷怪存素材 你們在這個時間點去進行臨時修閃 會把許多去睡覺 然後開著模擬器、開著手機、掛機、刷怪的玩家 通通轟出伺服器 假設玩家12點去睡、8點起床好了 那人家原本8個小時的收益 被你轟到剩下一個半小時 真的是有點誇張 而且這不是第一次了 開服這幾天來 就發生有3次以上這樣的狀況 更不用說 到了現在 我發布影片的當下 還有很多伺服器問題跟BUG尚未解決 那...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官方其實有專門為這件事情做出回應了 有一個 部分頻道與伺服器不穩定通知 官方說處理方法是 點開地圖然後換分流就好 但問題在於 很多地圖其實還沒有分流 而且如果那些分流是有問題的 我想官方應該做的事是把它收起來吧 因為像我自己在玩的時候遇到不穩定的分流 其實很多時候就直接crush出去了 這種情況多了 玩個遊戲也不太容易玩得開心了 而且伺服問題也快一週了 卻還沒有解決 本來還是想說要幫這遊戲說點好話的 原本準備了很多攻略題材想要跟大家分享 但現在總感覺 啥都不敢發了 感覺現在發個無課攻略 等等被公讀生看到又被修改掉 這次更新之後真的 就算要護航我也說不出什麼詞了 好那在總結之前 我必須說一下 這個遊戲讓我最後選擇退坑的那 壓垮我對這遊戲印象的最後一根稻草 那變成這個遊戲真的抄襲了 隨著遊戲推到後面出現了龍跟料理的畫面 我會貼上一個對比圖 讓你們知道出現了什麼問題 這部分是整個動畫抄襲 抄襲了魔物獵人這樣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去把這兩個動畫google出來 我這邊就不放了 好那來做個總結吧 這邊的情況就是 正式退坑了啦 之前課的雖然是一些小錢 但也都申請退廢了 以下是我個人的觀點 可以聽聽就好不用在乎 因為作為一個早期就有在看基普利 並且是很喜歡基普利畫風的人來說 這次的問題真的有點誇張了 會覺得他把這個二治國的IP沒有做好之外 還拉了很多實況主跟90樣 還有基普利工作室下水 真的有點... 由粉轉黑了吧 以上吧 大家可以不用特別在意 但如果你同意我的觀點的話 我會想請大家去Google Play跟iOS那邊 去留下評論並且打個心速上去吧 畢竟只有在那邊才是真正會被大家看到的地方 真的不希望再有人去玩這款遊戲啦 趁現在時間還早 說不定還有退廢的機會 退廢的網址Google Play跟iOS的 我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那以上就是這次二治國的影片啦 其中包含大量個人觀點 希望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在這次無暗中的情緒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別的想法 或是跟我的看點相異的 都可以留言在下方跟我討論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啦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或是跟這部影片有公民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訂閱或是分享 那我們就下個遊戲再見啦 大家掰掰!